美国司法部06年起对台湾日本及韩国等八家面板厂联合操纵价格展开调查 继华印及前奇美店认罪罚款之后 汉语彩金昨天也宣布认罪 同意支付3000万美元约合新台币9.6亿元的罚金 目前只剩下友达还没有与美国司法部和解 友达董事长李坤耀坚持不认罪 表示将上书到底捍卫权益 99学年度大学只考今天登场 物理科打头证却考虑打5.75% 创五年来新高 考生认为今年物理科考题中间偏难计算量大 不过省体老师和大考中心都认为考题中间偏异 另外化学考题鉴别度够但创意不足 另外今天高温达35度 大考中心表示如果明年要在冷气考场应试 恐怕报名费还要在网上增加 尽管卫生署要求国内530家医院 门诊挂号费不得超过150元 急诊300元的上限 但包含台北市的私立中山医院等20家医院院所 仍维持原本的挂号费 卫生署表示将不习召开记者会公布呼吁全民抵制 中山医院则表示挂号费是医院的行政费用 本来就由医院自行制定 EGFA刚完成签署 马英九总统今天立刻举行记者会 他指出这不仅影响两岸关系未来 巩固和平现状也改变了亚洲经济结构 对于国会审查 他主张比照条约处理 而签署EGFA之后 台湾的下一步怎么走 金略中国走向世界 与主要贸易国家洽签FTA 台湾的契机与困境又在哪里 EGFA会营造出两岸在WTO架构下 协商经贸问题的机会吗 EGFA牵动经济战略变化 台湾也正在跟时间赛跑 观众朋友你好 欢迎收看今天这一报 我是朱祁林 胆信从今天下午三点钟的时候 总统马英九正式召开EGFA的中外记者会 他当然谈到EGFA 他其实是当然绝大部分他是非常满意 可是他也有一些美中不足 认为说台湾的石化业 其实是很强 应该要列为这一次的早收清单 这个是美中不足的部分 不过也谈到说EGFA在签订之后呢 台湾已经正式跨出了第一步 突围的第一步 台湾不但在亚洲的价值彰显出来 另外呢台湾在整个 所谓的全球的这个经贸 被孤立化的情形呢 也已经正式突围 他也认为说这一次EGFA呢 不但说已经实现了 不开放大陆劳工 不开放大陆农产品 以及照顾中小阶层 弱势民众的这样子一个承诺 他也具体谈到 在后EGFA时代 台湾到底要如何走出第二步 第三步 当然行政院要成立小组 三个月内要提出具体的方案 如何去做全球的招商的工作 国安会要再成立另外一个 督导小组 督导行政院 在法律创新的部分 在招商的部分 在投资的部分 要具体一步一步的做好工作 今天有话说 再来谈一谈EGFA 在签了之后 台湾的第二步 第三步 马总统是不是走对了 来介绍今天的特别来宾 首先我们欢迎是 政治大学金融系的教授 英来评颖老师 主持人好 大家好 我们在位空中大学 工刑系的教授 李允杰迪老师 主持人各位观众大家好 我们欢迎是 清华大学中国研究学程的 接任教授洪采荣洪老师 主持人各位观众大家好 中研院亚太区域研究 专题中心的执行长 林正义林老师 大家好 我们先来看看 马总统在今天 他谈到EGFA 针对那么多的中外记者 他如何评价 在前天EGFA签了之后 究竟对台湾的意义是什么 而他对EGFA究竟是满意 还是有什么样美中不足的地方 美中不足的 包括石化呢 列入项目比较少 因为石化是台湾的强项 同时工具机也没有完全 满足我们原来的期待 但当然我们因为跟对岸 已经有协议 在生效之后 六个月内就会再协商 所以可以透过这个途径呢 能够弥补它的不足 金融业 当然证券业是有点失望 因为大陆上认为 我们证券太强 他们刚刚起步 所以说在这方面有一些限制 但是我们还会继续来协商 至于说银行来讲的话 我们这次 我觉得这个结果应该算是不错的 也就是说本来要到两年或三年后 才能够从事人民币的业务 现在呢 一年后就可以对台商 对台商 这个进行人民币的业务 它不是两个国家之间签的 所以它不是我们宪法63条所说的条约 它在行政部门签订之后 送到立法院呢 基本上是可以讨论 可以反对 可以否决 但是呢 不能修正 因为修正就等于否决了 修正就等于否决了 否则的话 谈了半天 到了这个国会以后 被修正了 那它一定要重启谈判 等于就否决了 那这个时候就会影响 以后 其他的国家要跟我们签 类似协议的意愿 我们来看看民进党主席蔡英文 如何看待马总统 今天笑的这个 针对ECFA的谈话 以及到底ECFA 在送到立法院之后 是不是真的只能逐条的 不能够去逐条的去审查 只能全盘的支持 或者是全盘的否决 我们来看看蔡主席的说法 蛮欢迎总统讲他是条约的 因为总统老是不敢讲说 我们跟中国的关系 是什么样的关系 他老是说是一个国家 两个地区的这个关系 那如果他认为是条约的话 那换句话说 这个我们跟中国的关系 是一个国家与国家的关系 那如果他要这样讲 我倒是欢迎 但是他这样讲 他的目的其实是要回避 立法院对于ECFA的 实质的审查 那这个目的 他的这个动心起念就不太对了 如果包裹挑决必须要有几个要件 第一个 你去谈判之前 必须要有国会的授权 第二在谈判进行当中 必须有国会的参与 跟国会的监督 那么这个在ECFA的 整个谈判的过程中都没有 在没有这种情况下 就没有所谓包裹表决的空间 他如果坚持包裹表决 他是剥夺立法权的 立法机关的监督前 剥夺人民的这种监督的权力 这是一个非常重大的一个协定 对于台湾将来的影响非常的深远 立法院必须实质的审查 重演审查 那么我们民进党主张 必须要订定一个两岸协定的监督条例 把所有在将来或者是现在的这个ECFA的协定 那么他的内容也好 或者将来所牵涉到的后续的谈判等等 我们都要做一个详细的审查 李老师我先来请教你 马总统在今天下午记者会 其实他虽然有谈到美中部族 譬如说石化业部分的这些产业项目没有 浪进去这样子一个找出清单 可是说实来他99%还是高度肯定 这一次ECFA的签署 我们来看看为什么他会认为ECFA已经打通台湾的任督而买 第一个已经正式跨出三大步 第一步呢是ECFA突破了台湾孤立的经贸现状 以前都去用边缘化都去用孤立起来 现在我们踏出去第一步突围了 第二步两岸之间的互惠合作 踏出了重要的一步 第三步踏出的是加速整个亚洲的区域经济整合 而台湾在整个亚洲的这种经济战略价值呢 在这一次ECFA充分的凸显出来 其实这阵子日本跟韩国是稍微有一点紧张 因为两岸已经签了ECFA 四个保证已经实现马总统下午说的很清楚 第一个保证之前一直讲说 不开放外大陆的劳工 也不开放大陆的农产品 的确这一次在早收清单通通都没有 第二个是要照顾广大中小企业跟农民劳工 因为很多民进党在批评说 ECFA只是图立大财团 可是他说这一次早收清单 很多都是中小企业以及农民的部分 第三个保证是保护智慧财产权权 以及在下一个阶段谈判呢 就要谈到投资保障协定 第四个是平等互惠台湾为主人民有利 我请教你 ECFA能够这么厉害打通台湾任督而满 其实你从这个韩国 这个其实在早在半年前 我们两岸在签ECFA的时候 有这个风声的时候 韩国的总统李明博很紧张啊 就马上召集内阁会议 该怎么办 他们最后的结论是什么 说台湾跟大陆如果要形成China 1的话 那我们要抢先一步 我们形成一个Corina Corina 叫China 不是汽车哦 叫Corina 他们提出这个概念 什么意思 韩国人也很坚定啊 为什么 这个就是说今天两岸 这个签订ECFA 实际上影响了不止台湾的经济发展 还影响到整个东亚的 这一个区域经济的这个竞争关系跟整合 那我一直在讲说 实际上这个ECFA 你是台湾跟大陆之间 建立的一条 两岸之间建立的一条高速光线 那过去你如果看 你如果看整个东亚地区的这些国家 他们签FTA 如果有签FTA的协定的 你来点对点来签对不对 你把ASEAN跟中国 跟日本韩国跟其他这些亚洲国家 你才发现了 那个网站一发发发到后来 就两个国家没有连结 就北韩跟台湾 台湾就在亚洲地区 是没有跟其他地方有网络连结 那今天这一条两岸之间的ECFA 签了之后 这第一条高速光线 这条高速光线 我觉得对台湾的这个 所谓的经济战略的价值意义非凡 当然马总统说美中不足 这里面其实你很难克服 因为大家有他自己的内部利益考虑 国际经贸谈判的本质 本来就是有取有舍 你不要去顾它也算压 我们来就是这样 我跟你说你说石化产业 大陆他最后 好不容易忍痛让了一个PP 那PBC跟PE他不愿意让为什么 很简单嘛 他现在他过去10年前跟新加坡 他还没有发展这个产业 所以你也是高度肯定ECFA 现在他必须要发展这个新京这个产业 而且中石化中海油 这些大型的国营企业 他那政参关系北区多亡的 我在联合报就写了一篇 为什么两岸ECFA这个卡住上 是两岸不肯承受之重 但是我觉得这个今天 大陆今天做这个早收清单 看起来我们平常心讲 对我们真的是有善意 你譬如说农产品 不但他不开放新的农产品进到大陆去 他还让台湾18项农产品能够进去 尤其是香蕉跟柳丁 这两项意义重大 因为我们过去金礁你看 金礁进到最后都没够啊 因为农民都说 我去办的那些新闻都不符合 今天新闻说金礁三地一公斤 不是一斤一公斤两两块 选择要死吗 所以拜托观众朋友 买一些金礁 可是林老师我要问 真的ECPA就已经打通台湾 任督二脉 我们就可以做武林盟主啊 这么好 我觉得它是一个非常重要跟关键的一步 不过台湾并不是说从此轻空万里 因为最重要的下一步 就是说台湾有没有办法 跟我们周边的国家 甚至跟美国跟日本 来清定这种自由贸易的协定 假如说有后面的那个环节在搭配的话 今天讲任督二脉的话 我当然会同意 是是所以现在还没有任督二脉 现在可能说医学 跑掉了 但是你要任督二脉还早得很 不过我们来看看 马总统今天也谈到了后ECPA时代 台湾全球布局的战略究竟要怎么走 马总统谈到三个原则 两个做法 我们来看看今天马总统在下午的时候 他究竟是怎么说的 两个国家要签FTA 或者其他的经济合作协议 有一个很重要的前提 就是你这两个国家经济要有互补性 要签得对你有利 不是签得好玩 这一点也很重要 所以不可能说我们的贸易对手 我们每一个都签 一定是要选择一个对我们有利的 那这样才会去洽签 我已经跟吴院长讲 希望他们成立一个全球招商的专案小组 在三个月内提出全球招商方案 由目的事业主管机关 比如说经济部 财政部 经管会 跨部会合作 主动出局 除了对美欧日等国家招商之外 也对在大陆的台商 希望他们回台投资 同时我们也定期去检讨这些招商的成效 我准备在国家安全会议之下 成立一个全球经济的战略小组 来去督导 追踪我们刚才所讲的那些要推动的工作 包括创新 包括招商 包括投资 我们不断的去跟行政院 还有相关的部会 来諮商 最后在这里做了决定之后 就请行政院提出具体的行动计划 来一步一步推动 不过洪老师我要请教你 你说ECFA打通台湾任督二脉 说实在是有点太多了一点 因为应该是说 把台湾绑手绑脚的部分先打开来 接下来就像林老师刚讲的 如果可以跟日本跟美国跟韩国跟东南亚国家 都可以签FTA 或许才能叫做打通任督二脉 我们来看看接下来马总统的做法 能不能真的打通台湾的任督二脉 三个原则 第一个全球布局绝对不会指养 赖大陆 民进党批评就是说 所谓的一中就变成锁住在一中市场的部分 第二个原则是说 台湾要成为其他国家 或者是跨国企业 进军进入中国大陆市场的一个重要跳板跟平台 第三个原则 考量互补性再来签署FTA 不是说人家要跟我们签 我们就要跟他签 有一些我们跟他签的对他有好处 对我们不见得有好处 可能我们要跟他签的是说 我们出口比较多的地方 然后可以降低我们的关税 所以要考量互补性 要不要那走才能打通任督二脉 两个做法 第一个 要行政院成立一个叫做全球招商小组 三个月内就要提具体的计划 特别要针对日本美国欧洲跟大陆的台商 如何吸引他们进来台湾投资 第二个 行政院做了总要有人督导吧 在国家安全会议下面设一个全球经济战略小组 让这个国安会的小组来去督导行政院 包括法律上的一个创新 法律上的一个解套 包括招商的工作 包括投资的工作 第二步第三步 马总统走对了吗 黄老师 首先其实我对这个 现在是不是已经进入后ECFA时代这样的讲法 其实我也高度存疑 因为其实我们看到目前其实只看到找抽清单 当然这份ECFA 我们之前也讲过很多次 其实它没有完全的按照WTO的规范来 因为一般的话就是说你绝大部分的贸易 在一定期间内你要降低关税等等障碍 就是说你目前我们目前只看到这个 应该是一个很好的包装很好的礼物 所以当然这是一个起点 那这个起点就是说你半年内 ECFA生下后半年内还继续协商 所以我想可能到那个时候到明年大概年底的时候 可能就是说是不是真的打通任督而迈 这个ECFA里面的清单或是更大的一些范围 到底这个整个对中国的经贸自由化 到底我们有没有这样一个决心 我想其实这是一个很大的一个关键 所以实在我是对这个 当然就是说政治人物 我们当然在一个时代都有新的一些slogan 新的一些想法 我想也无可后悔 但是至少就实质上我是比较怀疑 那另外就产业这部分 就说其实两岸之间的电子ICT相关的一个整个产业 就说没有ECFA其实已经高度的一个整合 那所以我们也看到因为特别是ICT很多产品的关税 基本上是在IT的资讯科技协定的情况之下 关税都是零的 零关税或是相当低的关税 所以基本上应该是说他可能ECFA是针对传产 是传产业比较多 那我们也相信的说 在这种高度自由化之下 恐怕有些效率会产生 但是也不要去怀疑 就说其实真的有很多的产业 也必须面临严酷的一个调整 所以说如果你想要得到很大的好处之下 你一定要有相应的一些成本要付出 绝对不可能是说我有那么大好处 但是我的成本是最低的 或者说像有些人讲的 他只有很大成本 现在隐含的可能有potential的潜在一个好处 是是是 因为老师我要请教你 其实这两天包括很多平面媒体都开始预告 今天下午马总统会公布一个非常关键 重要的所谓的后ECFA 台湾的全球经济战略布局的一个大计划 可是其实这有一点让人家小小的失望 就是说他的战略呢 是要行政院提出一个战略这样子 就你知道我意思 就是说我们还是没有看到台湾的战略在哪里 具体做法就只有两个 就是行政院设一个小组 国安会设一个小组 我想请问的是说 这样的战略 真的能够让我们成功踏出第二步第三步 我想真正会朝这方面大家去讨论的 他的原因是因为在ECFA签的过程中间 大家都在强调我们对中国大陆的经济依赖度太高了 比如说像我们的出口里面 对大陆的这个比重是44% 对美国的出口的10%到11% 所以说我们不再以美国为主 以大陆为主了 同时我们对大陆出口的顺差 是我们对世界顺差的将近三倍 所以在这种情况之下等于就是说 你如果没有大陆这块的顺差的话 我们的就是利差经济就进入衰退了 在这种状况其实并不是 马云九上台才有的 是过去八年民进党执政时代就变成这个样子了 所以大家在台湾 ECFA签了以后对大陆的依赖度可能会更高 因为关税免了以后 这个我们讲的服务业能够自由流动 资金能够自由流动以后 台湾的经济跟大陆经济的这种整合会加快 加快以后你对大陆的依赖度高的话 你怎么办 所以我们看到的这个现象大家的担心 才会有这个马云九今天宣布的 就是我们全球布局 也就是说我们这边ECFA签了 我们把目前台湾的经济状况稳住了 因为不签他们都免税了 我们卖到大陆的东西要磕税 台湾经济马上就出问题 所以我们签了以后台湾的经济稳住了 然后在这个情况之下 我们赶快去展开全球的布局 全球布局当然就是第一个是 我们以台湾做BASE那招商 他讲的招商就看起来好像很简单 我们到世界各地去招商 把他们招到这边来设厂 可是这个涉及到就是说你的客观条件够不够 我们的工资是不是比较高 唯一的我们的优点就是 我们的营所税降到17% 在亚洲市具有竞争力了 那两岸之间如果签了免税协定的话 那在台湾设厂卖到大陆去的东西免税 所以说有这个条件人家会来 可是其他的配套措施 你行政院要离出来 我们等一下来看 不然人家不会来啊 配套措施了 所以殷老师我不知道我这样理解 对不对 所以你认为其实 今天的关键并不在下面这个做法 这个也许是所谓的战术的部分 那在大战略 其实今天的记者会 就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宣誓意义 是当绿营人士在批评ECFA 说是锁禁一中的时候 马总统在今天重要宣誓出来说 我没有要锁禁一中 接下来台湾的第二步第三步 就是去做全球布局 这个就是马总统的最大战略 我想真正的关键可能在这里 当然就是说你要说全球布局 只是指一个方向 下面具体的要怎么做 下一步一步一步要怎么走 你这个整个这个方案 等于就是说慢慢的这个 慢慢的要推出很多的规划来 那这个规划当然就是 看将来这个的发展 因为根据我们的了解 这个未来这一两年 这个可能欧美会有很多的大企业 可能会出状况 因为经济不好 欧债啊美国的危机还没结束 这些大企业如果开始这个有的要倒掉的话 事实上我们这个企业出去挑飞减受的机会很多了 选一个对台湾经济 战略位置很好的 我们吃下这个企业以后 经济一开始起飞 我们就站在一个比较高的战略地位上去 这些就是我们的战略上的这些布局 可是到底要怎么做 我们要运用怎么样运用这些国内的外汇存底也好 民间的这个油资也好 或者用我们的金融的这种潜力 怎么样去规划 我想这些都可能就在这个所谓的战略规划里面 李老师就是说其实今天大家本来很期待 马总统会洋洋洒洒 谈出一个很大的一个蓝图出来 可是没想到就只有两点 一个就是说行政院成立一个招商小组 第二个就是让国安会来监督他 国安会再成立一个监督小组 可是你怎么样看待 这样子一个战略究竟是如何 马总统今天所谈的这三个原则 后ECFA战略布局三个原则 其实我觉得好像事前 这个好像有些学者或者是 我刚好在礼拜二的时候 我礼拜二的时候刚好我都讲到了 这里面就是招商行销 跟新兴产业的这个战略布局 那这里面但是他里面讲的一些原则 比如第二点 成为跨国企业进大陆的市场跳板 他讲这个原则 那后面要很多配套 你比如说 为什么大外商其实要到台湾来设立据典 那基本上现在台湾 第一个产串条例刚刚英老师所说的 降到17%是有竞争力的 再一个两岸三通 这个是有竞争力的 再来一个就是ECFA的签订 那这三个东西会对外商是有初步的吸引力 但是还不够 我觉得更正有吸引力 因为他自己在智慧商场这一块 他只要谈这个东西的话 他是吃亏的 但是他如果说台湾能够谈好的话 那么对于外商来讲 就是说 我如果到台湾来设立分公司 或者设立跨国公司的总部 是有竞争力的 为什么呢 因为第一个 他这样子 他可以外商到大陆去了 他也是会碰碰壁 就是大陆有些时候 他这个毕竟还不是那么样的制度化 或者说不是那么法制化 不是那么透明度 所以他有些时候大陆比较讲说 问题不大 问题不大就是有问题还是没问题 他搞不清楚 但是台湾人懂得中国人在想什么 台湾人懂得中国大陆的这个在想什么 另外一方面台湾又比较阶级西方社会的法制社会 所以有了这个智慧财产权跟投资保障协议之后 那么外商会比较comfortable 会比较觉得有信心到这个 透过台湾成为他优先进军中国大陆市场的 优先合作伙伴 那一天我也听到我们一个来宾讲说 其实中国大陆 现在有很多台商 他们考虑回来台湾设厂 他考虑的不是成本 也不是说两岸之间的什么样的关系 或者是爱台湾 他考虑的就是说 他在中国大陆的那个logo商标 或者是创新的东西 一下就被防茂掉了 他没有办法保障他的智慧财产 所以他想说回来台湾 可是林老师我要请教你的是 谈到战略 因为您之前也在国安会服务过 这样子算是一个战略 是一个大的战略的一个宣示 接下来行政院各个单位经济部 经济会 农委会就要开始提出相背套的战术 或者是他其实就只是一个口号 这中间怎么差别 你认为这个是不是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宣示意义 还是只是一个口号 当然马总统的今天的这个记者会 是一个非常重要 因为这个是台北 尤其是马政府要取得一个论述 论述的这个权利的一个 如果从我们自己的口中来说明 这个架构协议对台湾的这么重要 不过我为了要上今天的这个节目 我上了总统务的网站 但总统务的网站你只能够看到6月30号 我当然知道就是这个字正在改版 以前的话总统务的网站不会这么慢 都是当天今天是7月1号 都是当天马上就有很多很多的相关的这些 所以我觉得配套的话是有 但是这不应该只有一个口号 假如说我们看马总统他今天所提到的 大家对他的这个期待 是有比较多非常完整的 他在两天之后 然后他做了今天的这个总说明 因为这个是一个最好的一个时机 那我们再看就是国安会好了 国安会要做一个全球经济战略的 不管这个推动的小组 或者是监督行政院的这个全球 招商专案的这个小组 第一个马上面临到的 有没有相关这个能量的建立 毫无疑问就是说 有位副秘书长 他过去是谈判的总代表 这当然就是明无其实 但是除了他之外 我们再看整个全球经济战略的这个部分 我觉得那个能量还是不足的 所以他还是必须要回头过去 再仰赖一些行政院 包括经济会的一些的一阶的专才 所以我觉得马总统他今天 当然有提到这两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小组 不过就如同4月25号 在跟蔡英文主席辩论的时候 马总统也提到了 这个自由贸易协定的小组 然后他亲自要担任这个主席 他今天没有再讲这个事 所以我希望就马总统能够 有更好的这个准备 最起码总统府的网站 一般的人他就在上班 他不可能去看电视 你即使看网路 只能够从这个通洋通讯社里面 片段的 你没有办法读到这个前文 没错没错 不过我们来看看 也许我们把时间轴再拉长一点点 在半年一年之后 才能够检视到底马总统 这个东西是真的一个大战略 或者只是一个口号 如何检视几个东西 在半年之后